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自由的一个平台上来分享自己的想法 今天我们接着来解读中国医疗体制 上回我们留了一个尾巴 就是为什么说中国的医疗体制当中很难以出现吹哨人 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 就是因为中国的医生 几乎所有的医疗从业人员 他对体制的依赖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这种依赖性它大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来分几个方面来讲 首先呢他这个最浅层的也就是最显而易见的 就是医生的饭碗是在医院的 他的工资他的奖金都是来自于医院的 都是来自于甚至更精确的说 都是来自于他所在的科室对他进行分配的 他的科室有分蛋糕的权利 那自然医生就是以言轻计从了 而且虽然在边医生 他的挂靠的编制是在医院一级 有一些甚至是在省一级 市一级的医疗卫生部门 就是按照常理来讲所有的在边的就是 国家公职人员都应该有固定的津贴也就是工资 但事实上这个工资是非常少的 他在扣除了无险一金以及各项税费之后 他的最后到手也可能只有几百块钱 这显然是在一个省会城市 知识很难生存的 所以说医生基本是靠奖金吃饭的 而且奖金是医院科室 他掌握了身杀大群 那当然什么事情都得听上级领导的咯 其实这个只是一个比较浅层的原因 因为如果只是这个原因的话 你具体在操作当中 你可能不一定总是会去想到这个问题 有的时候你出于良知或者出于什么 你还是会选择说 但是事实上中国医生对于体制的依赖 远远不止如此 有一个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方面 就是中国医生其实他的职业环境 也是依赖于这个体制 换句话说 中国医生在不挂靠医院的情况下 他是很难获得一个好的职业环境 因为在中国病人看病 他不是跟某一个名医 除非他跟那个名医建立了某一些私人关系 否则的话 他一定是根据医院的牌子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北上广深的一些 就是一些著名的医院 会有全国各地的人都会涌过去看病 那边的一个专家的号 可能会在黄牛那边 就是卖到非常高的价格 这个一切其实也是有原因的 这是因为中国的体制 它是继承于前苏联的这个社会主义公有制体系下的公费医疗体制 在那样的一个体制之下 每一个医生他都是社会主义的螺丝钉 他是不强调个人主义的 他是不会 他是不会强调你这个医生他的水平怎么样 大家都是为这个社会主义服务的嘛 对不对 那么最后患者当然是看那个医院了 而且医院的分配 他也是就是医疗资源的分配 当时也是完全是在一个社会主义的体制之下完成的 就是说他每一个区域 他会分配一个区域医疗中心 然后各个中心下面又有分支的中心 那么最强的医疗力量一定是放在各个区域的那个中心 那么大家都是慕名而来 所以说脱离了医院这块牌子 那一个医生他是其实是寸步难行的 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也是很重要的 医生他的职业过程完全依赖医院对你的保护 因为我们在既定一个医疗冲突 医疗医患关系冲突非常激烈的这样一个环境之下 那每一个医生其实在行医的时候都是 其实是有点心惊肉跳的 那这个时候医院他对医生其实是做了一个保护 你医生如果出现某一些就是可以避免或者甚至不可避免的一些医疗事故的话 他都会利用跟当地的一些司法部门的各种裙带关系来最后使你处于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 而且更重要的是就算有赔偿 这笔赔偿款也不是你医生个人出的 而是医院他有一个专门的赔偿一笔预算 只要你患者不要要求太多呢 基本上都是能够赔钱了事 所以说在这样一个严峻的医疗形式之下 那医生他自然而然的就会非常依赖于这个医疗体制 那医生除了依赖于医疗体制之外 那他难道就没有一种内心上的良知上的一些愿望 他想要把话说出来吗 其实我相信每一个医生都是有的 但是有一道无形的墙在阻碍了他 这道无形的墙就是医院对医生的思想政治工作 这个思想政治工作其实从来没有放松过 因为其实每一个在体制内待过的医生他们都知道 医院有一个叫做州立会 就是每周都会开一个会 这个会呢 其实它是叫做医院中城以上干部会议 这个会议其实是医院的领导的 就是一线的领导班子和中城管理人员先开一个会 然后在这个会之后 每一个科室就是所在的这个部门的主管 再在那个部门里面把这个会当中的一些思想传达下去 这个看似是一个很常见的 一个布置任务的一个很常见的 就好像像企业部门会议一样 其实这个会当中有很大一块内容 就是其实都会提到 就是说现在的医疗环境空前激烈 然后如果出现了像新冠这样的疫情的话 他在会上面他会告诉你们 就是说最近因为什么什么疫情 每一个人都应该自觉保守组织的秘密 就是类似于这样 当然他不会说的这么直白 他可以说是不可以未经 就是医院允许随意向外界披露 什么什么信息 而且这样的话 它是上升到一个组织 对下面的一个 就是上升到一个组织的层面 就是说你如果说违反了他的话 那你就是相当于就是违反了组织对你的要求 那你最后就会受到惩罚 当然他也会在那个当中给你透露出一些消息来 就是让医生他有一种特权意识 他觉得自己是体制内的 体制好像也没有忘记我 所以说把一些敏感的信息都会透露给我 然后我和外界又是不一样的 就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然后他可能只会在那样的情况下 他可能自觉的就是在亲朋好友之间 然后就是低声的说一说 然后跟他们说啊这个东西很敏感的 大家不要传出去 那么就是形成了一个自觉的一个自我审查的一个环境 而且往往这种信息的报位都是非常快的 就是你医生通过大众媒体了解这个信息之前 医生内部已经把这个预防针给你打了 所以说之后一旦有新的信息出来 其实大家都是会选择三间其口的 因为已经有预防针了 对不对 然后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医患关系越尖锐 医院就医生就会越会不自觉的保守秘密 这个其实是很微妙的 因为在医院也好 在大众媒体也好 就是在医院内部也好 其实大家都会有一个共识 就是说保持这个医疗内部和外部的这个信息壁垒啊 是保护医生的个人安全的一种方式 因为医疗内部它总是把患者树立成一个比较 敌对的形象 虽然说在堂而皇之的那些那一套言语体系当中 是说医生都要向外都要为患者服务什么的 但其实在医院的内部 医生的之间 它是把患者作为一个对立面 而所以说基本上当那些杀医事件或者是伤医事件出现的时候 医院内部的那些就是宣传口径 因为基本都是亲医事 哎呀就是患者怎么怎么不讲理 他们从来不会说到关于医疗体制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个点 那医生长期处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他就会自然而然的为医院保守各种秘密 因为他觉得这些秘密一旦跟外界说出去了 好像自己就是背叛了团队 或者说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 然后是破坏了这个医生的安全的环境 所以说大部分医生都以为 这个维持医院内部的对外的信息壁垒 是保护他们自己个人安危的一个最有效的方法 很多人都没有想到这一点 但是事实上真的是这样 其实恰恰相反 我其实呼吁广大医生可以尝试一下 就是说你在你的行医过程当中 你可以适当地向患者透露各种你所遇到的困难 你所体制所给你的一些困难 比如说你开药的药比不够了 就是这个月你开药的配额到了 那这个时候患者其实是很理解你的 因为这个时候你跟患者是一条船上 我想给你开这个药 但是体制不让我开 对不对 而在大部分的情况下 你在行医过程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 你都是可以找到体制的问题所在的 这个时候你把这些内容坦诚的 开诚不公的告诉患者 患者不仅不会觉得你有什么过错 反而他会觉得你是一个很坦诚的医生 他可以跟你交心 他可以跟你成为朋友 然后这反而会拉进了医疗关系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而且事实上你这么在做 也是一种开启明智 因为让患者每一个患者都意识到一点 就是医生和患者是一条船里的 而这个非常糟糕的医疗体制是真正的在阻碍我们 好好进行合作的一个最根本的点 其实你如果真的这么去说 你会发现大部分中国人在私下里 他其实内心都是支持这一点的 他会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 因为什么原因 他来自于各行各业 其实他各行各业都会受到类似的来自体制的压力 你把这些医疗体制内部的压力告诉他的时候 这个时候每个人都会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 所以说这个东西如果你能够长期的去做的话 那我们讲就是物以善小而不为 虽然你的力量是非常渺小的 但是假如说每个人都这么做的话 我相信对于开启明智也好 就是对于提高患者的素质也好 对于提高患者在医疗过程当中的医从性也好 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医疗体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其实有的时候在患者层面向政府提出各种意见和建议 比你医生在体制内部向上级领导提建议要有用的多 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说的那儿